OK 這樣 好 開始錄零了 那基本上一開始 即便它看起來好像是幾乎沒有現稿 但是你在畫的時候還是要稍微勾勒一下 應該是有接近滿版 這角度真的很難畫 你可能看不太到 OK 沒關係 不重要 看不太到沒關係 不重要 我只要讓你看一下 不要講說 我好像有看到線了嗎 就是輕一點 因為我們在畫水彩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先畫粽然後等一下再減弱 是也可以 但是時間有限 所以就不做這件事情 好 一開始先打水 就是剛剛在你們沒有看到的過程裡面 發生了很艱辛的過程 就是我在你們還在看我在幹嘛的時候 我就先把調色盤滴水 所以這東西是不為人知的一面 所以 蛤 對對對 就是假設這是顏料盒 我怕水流出來 這是顏料盒 就是你在畫之前都給它 唉呦 流下來 滴一滴水 好不好 剛好看到嗎 沒有 就給它滴一滴水 然後讓顏料軟化 在購圖之前做這件事 購圖之前做這件事 因為 在購圖的時候 你購完再去滴水 來不及 來不及 對 它還沒有 顏料還沒有軟化 好 我覺得我蹲著比較好看 沒有 坐椅子太舒服了 好 打水 OK 直接Q起來 老師不然你畫 我幫你拿你的相機 沒關係 那個 很重 同學接力 貴是還好 放到現在已經沒有那麼值錢了 好 來 你如果看不到調色盤的部分 你可以稍微 頭抬起來看一下 雖然說你頭抬還是看不到 你還是要靠過來看一下 那個調色盤部分我會上傳 喔 漂亮 好像可以傳三分鐘以內的 好 要到線 要到線 我就跟你說 每次直播的時候都很坎坷 點頭如搗蒜 點頭如搗蒜 所以你像吉他放在後面從那邊過來 因為你那個長焦的可以放 後面喔 對啊 可是會斜斜的 然後你的紙也可以放斜斜的 你的空間就會大一點 真的嗎 放看看 可是不知道夠不夠 夾子喔 夾子喔 好啊 真的是 太好了 夾中間 專業 好嗎 這樣可以嗎 好 高一點 好 拍苗完它也是乾啊 哈哈哈哈 太乾了 真的乾了 好 好 你們這樣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看得到 可以喔 我這樣你看得到 可以喔 可以喔 自己直接在這邊 對啊 上一個看 排景第一排 排景 好 好 一開始呢 在畫的時候 基本上 你就可以 調配一點 直接 染色 可以先鋪第一層 第一層先不要那麼濃 然後接著 然後也會發現我 我越畫下面越輕 對 那我越調越濃 好讓它留一下 留留留留 對 不要理它 這是三格鼻洗 你看 少一條命的概念 洗了兩個就沒了 一定要留一格清水喔 一定要留一格清水 因為這時候你要 泡沫乾淨的 才行 好 那它在留的過程裡面 這時候你可以過來 去調 藍色 這一張呢 是屬於紙上混色的部分 那所以 基本上 你不能在調色盤上面 就把它的顏色混在一起 因為你在調色盤上面 就把它混在一起的時候 它的 顏色會髒掉 那它就很難達到 我們想要的狀態 那等一下在畫的時候 然後呢 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畫筆上面的顏料 因為紙上混色嘛 所以當它如果畫上去 它 它被 底下的顏色 拖拉住的時候 那你的 你的 你的 你的筆就髒掉了 那 它顏色就不乾淨 所以在畫的時候 記得 不要來來回回的 一次 好 接著 遠離 遠離乾淨的地方 然後把它岔開 岔開 有看到嗎 岔開 畫 畫的時候 你的筆 呈現什麼狀態 很重要 輕輕的刷 它就會做出漸層 這時候 稍微洗一下 因為它已經髒掉了 所以你必須要洗一下 其實這個 因為這裡已經是我自己綁 它筆頭已經掉了 你看它這樣 很難用 要拿 我的可以便利用 真的嗎 對啊 好 來 謝謝 加持一下 老師加持過的 希望有用 都剃光頭了 沒有什麼關係 謝謝 基本上 它等一下會乾到什麼程度呢 我怎麼知道 隨緣 反正 看情況 我們來隨機應變 好 好用超多的 因為剛剛那太長了 太長 因為之前是整支筆頭都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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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我忘了有沒有發現 顏色好很多 好 然後 輕輕的 輕輕的掃 好 記得 你看 我在洗的時候我一樣 先洗最髒的那一格 然後再洗第二張那一格 特別要再洗喔 好 今天是 五一勞動節特節節目 特節勞動 好 真的是特別要放 加強版的 好 繼續 我們說的 基本上呢 畫到越後面 記得嗎 水要越少 顏料要越濃 所以 我在調的時候 我都會去注意一下 現在的顏料的比重 到底是 多還是少 好 然後在畫之前我會把水稍微刮一下 好 然後 再從旁邊 畫過去 然後 你看我在調色的時候啊 我不會去攔那麼開 我會只 從局部 稍微拖一下 我會發現 混越多是越髒 然後 所以要小心 好 那它其實 底下那個 我們剛剛打的第一層的底色其實已經差不多要乾了 所以你會發現 它要 紙上混色已經稍微有點難了 好 這時候 嚴格來講呢 我為了避免你們 學壞 也不是學壞 避免你們誤解 就是 原來就是這樣 這時候先不要 先不要理它 這時候先不要做 對 哽幹 好 那 有一個做法 有一個做法 是要現在做的 趁它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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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的筆啊 不能太多水 不能太多水 去剪落它 那這邊髒的嘛 該用起來 剪落 等一下才會順 所以這個剪落很重要 好 老師你弄起來是因為你想要弄比較小範圍 沒有 等一下還有第1 2 3 第4層3 等一下還有第4層3 因為現在的 底下第一層的那個橘 它已經乾了 所以乾了之後就不能紙上混色了 我再畫上去它只是藍色而已 它沒有達到我最想要的色彩 對 所以這時候我就不理它了 好 好 那什麼叫做時間管理大師呢 所以我們來畫下一張 下一張 哇 好 一畫完今天就再也不畫了 因為手不能畫 好 好 很重要 採考一下 喔 專唱 轉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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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會不會有 ged 沒辦法 你יש一下 來來來 好 差2 這招學起來 這招這個是怎麼用 這招調色盤嗎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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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怕 有沒點 好 來 好多個 對啊 來,打一層水 二次施工 先打一層水,然後來 時間有限,廢話不多說 給它打濃 要夠深夠濃嗎? 你看畫到這樣之後,它跟剛剛上面接著剛剛好 水水水水 再一次喔 好 這邊以後有人要教課了嗎? 看完這樣應該沒有了就OK 感覺手要背了 不好是很累 哈哈 要先蹲馬步 不用了 蹲馬桶就比較難 是真的 還是要先練鐵紗掌 不用不用 來,加濃 濃一點 因為很濕,所以你一定要濃 所以你看喔,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 已經用了十次油了吧 不開玩笑了 要多濃,真的要超濃的 好,來,這麼濃 到底多濃呢?不知道 就是一個感覺 就是這麼濃 就是濃到,你等一下畫上去啊 它不會不夠 好,來啊 很舒服 好 好,來 教你 到底,擦開 輕輕的去刷 輕輕的去刷 好,那這時候呢 有一個方法 教你,先洗掉 洗掉 不要理它 不要理它 不要讓它 來,沾一下 這招啊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因為這招,你用上去 就 就這樣了 好,所以 來看一下 只能用一次而已 它會直接在上面滾射 輕輕的刷 很輕喔 看一下 輕輕的輕輕的 就是,不能在上面 混了太多次 好,你只能輕輕輕輕輕 好,那這邊有一個斷層對不對 斷層怎麼辦 這也太輕了 超輕的 你知道嗎 昨天那個 昨天那個學生 小小朋友 然後他媽媽就說 小朋友在車上說 老師很溫柔 然後他媽媽就說 竟然用溫柔兩個字 真的很溫柔 要很輕喔 他就會 帶的很順 這也是 你只要在它濕的時候去帶 都不會怎麼樣 都不會怎麼樣 你們還有時間畫畫嗎 夭壽 會不會沒畫到畫很生氣 不會 不會 今天 老師我們來這裡才能看你畫 今天我們神傳耶,老師 真的 不要回去偷罵我 去打粉底 打粉底 五一加馬修 真的 老師被迫加班 不會 常常加班 然後他就會漸層 其實就是要控制力道去幫他帶帶帶帶帶順 那這個順呢 就看你要帶到什麼程度 你如果時間多你就慢慢帶 你如果時間少你就大概帶 但是大概帶也要帶到 合情合理 所以這個合情合理就是帶起來要順 那筆岔開是超好用的一道 就是 我在很多時候 我在畫畫的時候 我都會把筆岔開 因為筆岔開啊 你在畫的時候 它比較能做到 剛剛好的狀態 不夠岔 筆毛就會 跑出來 反正就是要去控制力道 然後那個筆裡面的水的哪裡也很重要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 好 轉場 轉場換不透明 要嗎 轉 因為反正還有一年的時間 對 蛤 差不多了 老師還沒寫他的一張 差不多 我覺得差不多 對 我覺得不用做到 百分之兩百完美 百分之一百五就好 OK 那先關掉 好 好